修持孔雀冥王法不但自己得利 同时也能够让家人得到利益 佛母大孔雀冥王 尤其是佛母的孔雀冥王 佛母就是说他不是菩萨 他也不是释迦佛 他比释迦佛还更高的 清净法身 譬如释迦佛的化身 化身千百亿的释迦摩尼佛 所以佛母他的力量就更大 佛母的孔雀冥王 他还可以并诸眷属 就是说你不止自己学佛的利益 你还可以让你的家人 你的国家 或是你的朋友都能得到利益 所以他可以并诸眷属 那孔雀冥王他有五方佛的功德 佛母本身有并诸眷属 那东方的佛他可以消灾 祈福 第二个他有拿吉祥果 他可以富贵吉祥 会有钱 那旁边拿一个莲花 很有智慧 没有烦恼 后面再拿一个巨原果 可以索求满怨 所以孔雀冥王他可以寿命百岁 又可以富贵吉祥 又可以有智慧 没有烦恼 休息有帮助 那还可以索求满怨 所以孔雀冥王他是很殊胜 佛母孔雀冥王有五方佛的功能 除了并诸眷属还可以消灾祈福 手拿吉祥果可以富贵吉祥 旁边的莲花代表智慧 而后面的巨原果可以索求满怨 十方新闻 黄辉璐简玉林高雄采访报道